你敢相信吗? 这是一年前AI生成的视频 而这是OpenAI最新模型SORA生成的视频 仅仅通过数一段文字 一篇文章 甚至是你随手说出的想法 都能生成一部电影级别的超新影片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可能 SORA这个名字代表了视频生成领域的全新革命 欢迎来到未来 我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 现在我要播放四段视频 两段视频是由SORA生成的 另外两段是我从视频素材网站上搜索的类似的视频 你猜对了吗? 是不是感觉挑战非常大? 而这正是SORA的魔力之处 SORA的横空出世绝对是2024年开局的第一击重磅 这意味着任何人包括屏幕前的你 已经可以用AI做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影创作了 但是SORA目前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有什么局限性 以及普通人能如何抓住风口 利用SORA争取第一桶金呢? 这期视频没有令人头疼的科技术语 我不用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语言 以自信说清楚 我们开始吧 SORA为什么强大? 跟Pita的任位到底有什么不同? 卡卡总觉得SORA的十个功能特点 这些功能排名越往后功能越强大 有些甚至是你从来没想过的功能 一、更加灵活 传统的视频和图像生成通常都会将视频裁剪成标准大小 而SORA就更加灵活 它具有可以选择的视频时长、分辨率和画面比例 比如同一只在海里游泳的乌龟 就可以生成宽高比不同的视频内容 适应不同的设备和内容平台 大大方便了内容创作者 无论你以后要是发Ince、YouTube还是TikTok 看来都能找到灵活适应的比例方案 二、更加高效 但比其他主要视频生成模型的平均视频生成的时长为4秒左右 而SORA可以达到60秒 所以光是硬件条件就已经秒杀竞争对手好几条街了 难怪恶搞的表情报都说SORA一出事 Pika、Gen2等模型都要顶礼膜拜 三、生化女言理解 来看这个同样穿着紫色工装裤和牛仔靴的服装 我们可以让它变成一个老人愉快的行走 在印度梦买的节日氛围中 换成一个女人、袋鼠或者机器人 仅仅是替换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描述 生成的视频效果就完全不同 我们以前在使用GPT的时候最苦恼的就是输入Prompt了 语言的理解对于我日生视频来说同样重要 所以SORA利用GPT技术将用户简短的文字提示 转化成更复杂、生动、详细的描述 并输入给视频模型 从而制作更符合用户需求的视频 四、为图像赋予生命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介绍过如何将图片生成视频 但无论是利用Artflow AI生成的虚拟人物形象的动态说话视频 还是Rawai生成儿童故事的视频 都存在许多bug 不禁不自然还一看就是AI生成的 但是你再看这个SORA将图像转换成AI的视频 无论将真实柴纯的图片变成动态眨眼睛的视频 将平面插画转化成为动画 效果都非常的自然 五、视频时间线灵活扩展 不仅能生成视频 虽然还可以分析图像 将视频沿时间线向前或者向后扩展 比如看这三条视频的结局都是相同的 但是开篇的画面都不同 因为这三条视频都是结局的原始视频素材往前延伸的 运用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向前或者向后拓展视频产生无限的循环 是不是有点盗梦空间那味了 六、改变视频风格和环境 来看这张红色跑车在乡间小道路上飞驰的原始视频 我可以在不改变车身和环境的基础上更换风格 也会让它变成像素艺术风格 赛卜朋克风格 中世纪风格 黏土动画风 碳笔黑白风 也可以改变它的环境 让它潜入水下 变成冬天 甚至放在太空中 这个功能让我想起了电影行业的绿幕功能 拍摄演员的表演后 随意更换演员的背景 这将为视频编辑特效行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七、两个视频之间的无缝连接 这虽然我们可以输入两段截然不同的视频 但可以实现顺畅自然的过渡效果 比如这是一段越野车行驶的视频 这是一段豹子在森林里穿行的视频 然后你就生成了一段豹子企图追逐野车的视频 如果这只是视频拼接你心里会想 这也不难啊 但再来看看 这是一段无人机飞行在古建柱上空的视频 这是一个湖蝶在水里飞行的视频 那可起来就变成了一段无人机秒变蝶蝶的视频 而古建柱也变成了水底世界 我脑海里已经脑壁出了像后天这样的末日电影 如果这只能算是无缝变身 那你再看看这个蜥蜴的视频 和一只孔雀就融合成了另一个世界上完全不存在动物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Mid Journey的融合功能 只不过以前是将两张图融合 现在就已经完全能够实现两条视频主体之间的融合 真正做到了那首歌里唱的 8.3D空间连贯性 3D空间连贯性也是SORA的一大特点 这意味着SORA就跟一台隐形无人机一样 可以在视频中随意转动 而视频画面发生改变的同时 人物和场景的元素则会是以一种连贯和一致的形态保持不变 比如这一条在东京街头的视频 画面从远近拉到中景 这个女性的形象动作和行走路径都是一致的 就较长视频的连贯性和对象持久性 即使在视频中的主体被遮挡或者完全离开构图 SORA也还是可以保持人物的连贯和持久性 比如这一只趴在窗台上的斑点小狗 被人群短暂遮挡之后的形象和位置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是一致的 直与世界的互动 在SORA官网的最上方官方说 我们正在教授人工智能理解世界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句话啊 而这个功能就是SORA理解物理世界的结果 理解世界的互动并在视频中模拟 比如画家在画面上留下笔触 这些笔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持续存在 固者一个人在啃下盼宝之后汉堡上会留下遥痕 跟物体碰触物品物体之间的真实交互效果 都能提升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和沉浸感 有了这十大功能点 难怪SORA可以秒杀竞争对手 我这里尝试把SORA已经公开发布了Prompt 在Pika和Runway也生成了相同的视频 放在一起进行最直观的对比 我们再来接受一次震撼冲击 最后我把SORA的特点都整理成文字 贴在视频这里可以接触观看 SORA虽然强大但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SORA模型目前还存在着许多弱点 让人一看就是AI生成的 比如这一条考古学家在沙漠中发现一把塑料椅子的视频 是SORA刚卫视的时候最出圈的一条视频 原因就是因为SORA难以精确地模拟复杂世界的物理原理 在模拟多个对象的复杂交互当中 SORA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比如这一条老奶奶吹蜡烛的视频中 一个蜡烛就出现了两个火苗 另外卡卡也发现在AI的老大男手的生成和动作上 SORA也表现得不太理想 仔细看这个视频中女人的手的动作是真的蛮诡异的 目前SORA仅仅支持60秒的一镜到底 所以用AI生成视频 暂时还无法威胁到电影 这完全已经足够影响到TikTok YouTube Shots等以一分钟类视频为主导的短视频平台 这会大大降低制作高质量短视频的门槛 提高创作者的效率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分析了如漫画小说 儿童动漫等 还需要纹身图和剪辑软件拼接的视频制作方法 而现在LIO SORA就可以一步到位 这绝对是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革新 没有专业视频制作技能的人 也有表达自己的机会 同时TikTok在电影SORA的过程中发现 SORA的很多功能确实与视频拍摄信息相关 比如可以实现视频剪辑 定制特效 生产动画和模拟文人机效果等等 所以AI一定会对视频制作的岗位产生相当的影响 比如视频剪辑师 特效艺术家 动画师和摄影师都可能会需求降低工作 不断被自动化的 但同时新的与AI相关的工作岗位也会诞生出来 比如AI的辅助设计内容审核等岗位 所以SORA带来的变革更像是工作内容的转变 但如果现在还不上AI的车 那确实是要被时代所淘汰的 在很多人还不了解AI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靠AI闷声发大财 同样的与其担心SORA的出现 会不会让普通人被淘汰 不如利用好SORA弯道超车 卡卡给大家整理了使用SORA赚钱的三大思路 1.快速短视频生成达成账号矩阵 在卡卡的频道中 陆续会分享去年爆火的几类AI频道 比如儿童动画 爽文漫画小说 喵喵少子等等 以及需要在不同的网站生成的视频 现在用SORA就可以一战式解决 卡卡经常分析这些爆款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人性 比如爽文爱情小说无论是以前的穷摇世纪小说 还是现在的AI漫画小说 换了个壳子还是能活一次 同样的 用SORA我们也可以把过去爆火的视频题材 再拿出来做一次 卡卡的频道也会持续分析这些爆款频道 2.你会他不会 按需求制作 生成高质量的视频 一定要依托高质量的prompt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ChatGBT刚问时的时候 就已经有聪明人 靠售卖prompt赚取了第一桶金 同样的 SORA也会需要富有创意性的prompt 另外 就像国内小红数平台还在流行付费给自己的孩子做头像一样 SORA的个性化视频定制内容 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赚钱方式 根据个人用户或者企业用户的需求 定制生日作福 婚礼经验 企业伸传片等等 SORA目前还没有开始公测 即使公测了一开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测试账号吧 即使全部开放也大有可能像现在ChatGBT4一样需要会员付费 这都意味着会存在一定的过去关系 三 开卡的频道中经常会收到一些评论说最赚钱的方式莫过于教人赚钱 这个说法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知识付费确实是零投入高产出的行业 你所需要的就是你对AI知识的深入理解 所以你可以录制教学视频 也可以在你所在的城市开设针对SORA使用方法的线下培训 或在线上打造知识付费圈子 每日分享SORA的最新信息 SORA目前还没有开放公开测试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SORA接受公测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如果你有想要评测跟AI相关的账号 也可以留言给我 我是凯卡 致力于让普通人在2024年利用AI赚到第一桶金 我们下一期再见